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有不少的摄影爱好者都是喜欢人像摄影的 而且有至于成为自由职业摄影师的许多同学们 他们的首选也是成为一名人像摄影的摄影师 为什么呢 因为市场大 大家都想拍 姑娘们想拍人像摄影 结婚的时候拍婚纱摄影 生了孩子还是人像摄影 所以它总归都是跟人有关系的 确实是最受我们关心的 但人像摄影也很有难度 第一呢 是难度在你不是跟一个风景打架道 你跟活成人的人这里面变数就太多了 你要学会去巧妙的引导他 学会去捕捉他 另外一个难度呢 是在于那些照片的观众们 他们可能对人格外的敏感一些 他们可能看不太懂什么是好风光照 但他们一定能看得懂什么是好的人像照 为什么 因为它是人类 人类对人类是最关心的 那么既然作为一个系统的课程 我们肯定不能在第一堂课就开始给大家放这些参数之类的东西 那都是往后放的啊 背一背就能学得好 我们首先还是需要对整个人像摄影有个框架上的认识 到底什么是人像摄影 它分哪些系类 我们在努力的时候呢 你总得有一个方向 我今后要成为哪一个细分的专业的这个人像摄影师 我们先把这个技术给他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学习 人像摄影这个词呢 它在英文中是叫做Potrature 那如果你是看前半截的话 那是Potrature 这个东西呢 就是有画里的肖像的意思 所以人像摄影它就是从油画的肖像里边 肖像画里边衍生出来的 那我们有这么一个定义啊 就是说人像摄影是指通过摄影的形式 在照片上鲜明突出的形象 描绘被设者的相貌神态的作品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重点词汇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 一个是要鲜明突出的形象 一个呢 是相貌神态的作品 那你可以想象在影楼里面拍的那种千篇一律的 不管什么顾客进去拍出来都是一样的那种 照片它是不是鲜明突出形象 它是不是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呢 恐怕是要打文号的 对吧 那么这是一张非常典型的人像摄影作品 它根据这个女孩的这个性格特征 就是全翻定制的拍摄方案 用用什么样的这个发饰 直接用橡皮筋 用绳子 要用什么样的服装 要用什么样的光线 要用什么样的这个拍摄手法 什么样的构图方式 怎么样去跟模特去沟通交流 去引导他摆出这样的神情 这都是技巧 如果你拍过一些人像的话 你会发现跟模特沟通是最困难的 对吧 而且这个东西在课上还很不好教 我只能告诉你们一些方法 这些方法都有很大的这个改善的作用 但是呢 真正的你懂不懂得跟一个人去打交道 能不能快速地跟他成为好朋友去了解他 然后再去拍摄他 那这个确实还是要靠你自己的琢磨啊 那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每个摄影师他跟模特打交道的方法 恐怕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如果说这样的照片 毋庸置疑的是人像摄影的作品的话 那么这张照片你又会叫他叫人像吗 那这个呢 是咱们的武林老师在被叫胡的这个 带领学生们这个摄影的时候 给自己自拍了一张背影 那你可以看到这张画面中 他只占有很小很小的一个面积 但是呢 他的背景依然是非常干净的 都是蓝色 不管上面还是下面 天还是地都是蓝色 对吧 而他自己呢 背了一个红色的树包 就非常非常的乍眼了 地面的引导线也是引导向 他的那个方向的 这个画面他在的面积很小 但是他依然处于主体的地位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一张人像摄影的作品 但是呢 这样的照片就不太算人像了 为什么 因为他好像只是拿人在里面 做了一个这个搭配而已嘛 做了一个点缀而已嘛 这就好像是你在天空中点缀了一只鸟 地面上点缀了一匹马 你不能说因为有鸟有马 这就变成动物摄影了 不是 他只是风光摄影的一种点缀 这个画面的主角不是人 所以他可以被归类为人文风光摄影 这是拍到了人文活动痕迹的风光摄影 那么我们现在要对人像摄影进行分类了 分类呢 一共有三大种方法 根据他的照片的用途来分类 根据构图的方法来分类 或者根据人物特征来分类 请注意这三种分类方法之间是不可以这个画界来分类的 比如说有人说我这有三张照片 A是用途分类里边的这个婚纱照 那B呢又是属于构图里边的半身像 C呢又是属于老人的这个人像摄影作品 这是不对的 他不能跨界分类 你要是要分就按一种分类从头分到底 那用途分类我们简单看一下 首先呢 好像最大的市场就是婚纱照了 这个拍婚纱的人呢 是很下得了血本的 好不容易娶媳妇还不赶紧大方一笔 结婚呢又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中国人尤为是敢在这个婚纱摄影上下足功夫 甚至有的人呢 会不满足于在这个影棚里面拍摄 背景布那太low了 我们就来实景棚 这个就是你们见到的实景棚 整个这个影棚布置的 它是用食物来布置的 如果连实景棚都满足不了你 那有可能还会出外景 因为外景中呢 它毕竟会更自然一些 外景是有瑕疵的 但偏偏就是这种瑕疵 它带来一种真实感 这种情绪气氛是更棒的 在婚纱摄影里面呢 那个男士一般就是一个陪衬 他就是一个配角 甚至是我们可以完全没有他 而且现在还有一些婚纱摄影呢 也会拍一些所谓的情侣照 就是说我们不穿婚纱行不行 我们就穿着学生的衣服 穿着这个变装 来拍一些情侣照 这样的话呢 就把恋爱过程顺带也给 记录了一下 所谓的记录 可能应该说是情景在线 算是更确切一点 那好吧 婚纱照我们摆一边 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哪些暗用途的分类呢 写真集 没有结婚的怎么办 没有结婚的就拍写真集 哎呀 这个年轻的时候就该记录一下 这个小姑娘一看好像只有十几岁吧 其实人家91年了 这个男生 这个人叫男生 南方的男 生是那个竹子头下边一个学生的生 她长得确实是娇小可爱啊 是这个宅男们心目中的女神啊 这属于那种 娃娃脸 身材娇小 一波岛类型的 长头发 这都符合我们对这个女生的这种气质的期待 所以这个男生呢就因为呃 这一组照片就火了 变成网红了 当然摄影师也就跟着火了 还有一个人呢 是叫张新月啊 拍的是这样的作品 他是瓜子脸 看上去呢 这个五官显得更标致一些 不是那种小孩子的脸呢 但是也有一种这种啊 观音菩萨一类的这种仙女的气质啊 那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写真记 我这就不多解释了啊 但是也是可以跟他说个背景吧 就是写真这两个字 其实是日语中摄影的这两个字啊 他写出来就变成了写真这两个字 跟汉字长一样 后来台湾呢就借了这两个字过去啊 就是在台湾就兴起了拍写真 讲白了就是拍照片嘛 因为写真就是摄影的意思嘛 那写真记的意思呢 就是相片本 相片册的意思 对吧 这是我们相册的意思 后来大陆可能觉得好洋气 我们也叫写真记算了 这样听起来高档一点 我总不能说是 你们到我们影楼来拍相本吧 写真记多少听 写真记多少听 再加上那个当时大陆的很多影楼 都是去台湾过来的啊 台资的 或者是直接是台湾的公司 所以这个词啊 就反过来 就又流行到大陆来了 好吧 这是张新院的写真集 我相信各位女生们呢 也都拍过自己的写真 没拍过也跟你见过 所以呢我们就调到下一个话题 私房摄影 不是每个人都敢拍的 也不是每个摄影师都敢去拍的 私房摄影通常穿的很少 比这个要少多了 我今天上课是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学生里面有没有未满18岁的 所以呢我也不能给你们放这种全裸的照片 是吧 这是爱燕子的作品 呃这个私房摄影通常会穿着宽大的衣服 披着纱或者干脆什么都没有啊 那当然它还是会保护隐私 大部分的私房摄影可以放出来 还是会保护隐私 呃但是也会有少部分只拍给这个姑娘 只拍给你顾客留存的这个照片的 它是没什么隐私可言的 什么都拍的 那么私房摄影和写真一样 其实都是非常唯美的一种摄影作品 但它记录对象不一样 写真更多的记录这个人的脸 但这些姑娘们呢觉得 哎呀我我虽然长得漂亮 但我身材更好 我也想记录一下我的身材的话 那么他可能会找私房摄影师去拍私房 这个图片的作者燕子本身呢 是一个小美女啊 呃我也有一个学生 是叫April的 你们可能在我的博客上见过她的照片 那她也是拍私房摄影 也是一个美女 是个大美女 然后个子比较高 那么这些女性的私房摄影师 他们在拍摄的时候 就可能会比男性摄影师要更方便一些 因为他们的顾客更容易放松一些 是好姐妹嘛 没穿衣服就没穿衣服呗 对吧 呃也不会有什么警惕心 更容易进入状态 不过呢 他们也会遇到他们的问题 也不是每个顾客都能进入状态的 这个我们在后面的课里面 会详细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让对方放松下来 好 接下来是肖像摄影 肖像摄影更正经一点啊 就是这种 呃好像是可以挂在办公室背后的这种大头罩啊 还要很有气质 那这个人的身份啊 这个人的这个性格啊 这个人的这个故事啊 都得在一个大头罩里面给他体现出来 你想想 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 而且因为他拍摄的区域比较局促 比较小 就是拍这张脸为主 啊 这个环境基本上都不会去交代 所以这样肖像照啊 他拍摄的时候 各个细节都要考虑的非常的周全 所以我反复强调呢 肖像摄影 其实是整个摄影 人像摄影领域里面 难度最大的一个 想拍一个肖像容易 想拍一个好肖像 真的很难 儿童摄影 听上去容易吧 啊 因为小孩子 这个长得可爱 怎么拍的父母 其实都会挺喜欢的 所以有很多这个 出出入门的自由职业的摄影师呢 他选择的是以儿童摄影作为这个 呃 入门的点 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突破口 那儿童摄影呢 其实难度也不小 第一呢 是你要喜欢孩子 孩子才会喜欢你 第二呢 是你不能去命令孩子 摆出任何姿势 他跟成人不一样 你得去追着他跑 去捕捉 第三个呢 是孩子的这个运动速度太快 而且跑起来毫无规律可言 所以对着你的唱机操作的要求 其实也变得非常高 好吧 按用途分类的话 还有什么大类呢 商业摄影嘛 那显然的 这个照片如果拍的足够好的时候 拍商业摄影是很挣钱的 因为一张照片搞不好几十万呢 对不对 啊 某张照片是用来卖这个 呃 化妆品的 某张照片可能是用来卖这个衣服的 某张照片可能什么都不卖 只是用来凸显一个品牌的气质的 都是有可能的 顶级的商业摄影师其实还是蛮赚的 但是顶级的就那么几个 那么商业摄影其实呢 它也是一个大类 它包括的不只是人像摄影 它包括这个产品摄影等等 但是商业摄影里面呢 毕竟包含有人像的部分 尤其是这个衣服或饰品类的 它通常都会有人物出现 所以呢 咱们在这儿啊 也把商业摄影类里边的人像摄影的一部分拿出来 啊 且放在这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类 但现在你也知道啊 淘宝上也出现很多这个 呃 大大小小的淘宝摩特 然后呢 淘宝的摄影师 你甚至一搜淘宝摄影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摄影师冒出来 卖的很便宜的 怎么几块钱一张照片 一天拍几百张 是吧 摄影师挣的还没人摩特多 我说的是真的啊 在苏航一代 摄影师还不如那个职业的淘宝摩特挣的多 所以这种照片呢 你说它是商业摄影吗 其实我是不太愿意把它称作商业摄影的 呃 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创作的余地 它就是一个流水线化的作业 呃 就是一百个杯子一天拍完 三百个小戒指一天拍完之类的啊 那么这种职业呢 它的门槛会稍微的低一些啊 因为它毕竟是批量化生产 它对 摄影师要求就没有那么的高 可能更多的真的是靠模特 靠造型 靠衣服 哦 那即时摄影 其实也会涉及到人像的 最著名的一个中国的即时摄影照片 就是这一张叫我要上学 那后来呢 这被选作希望工程的这个宣传照 也被啊 老百姓们亲切地称作大眼睛 对吧 这个女孩叫苏明娟 她的作者呢 是谢海龙 谢海龙当时呢 真的非常穷的卖学买胶片 啊 然后去山区里拍孩子 知道后来出了名了 现在倒是生活过得不错了 好像是咱们这个某摄影协会的副主席 对吧 那么放眼全球的话呢 最著名的即时摄影机构呢 莫过于是这个马格南图片社 那这是在2015年的 呃年末啊 来了中国的Thomas 那这是他的一本相册 你可以看到 他记录的是战争的场景 但是他也拍了很多的人物 因为毕竟这个故事是以人物为核心的 那即时摄影呢 大部分寄来继续的还是讲人的故事 所以即时摄影中呢 他其实也包含了部分的人像摄影 好 那我们最后再回顾一下暗图 用途分类的话 我们把人像摄影分为了 婚纱摄影 写真摄影 私房摄影 肖像摄影 儿童 商业 和即时摄影 那他们每个都有自己的这个目的 他们最后用的地方 用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按构图对人像进行分类的话 相对比较好分 我们更容易理解一些 首先呢 是特写人像 就是拍手或者是拍眼睛的 这种特写的人像 呃 他有可能就是 儿童摄影中的 一部分 也可能是带有商业摄影的目的 或者就是纯粹的生活的记录 不管怎么样 只要是这种构图方法的 就是不是拍全身 不是拍半身 就特写一个小局部 这就叫特写人像 呃 还有三分人像 三分人像呢 通常是胸像 就是从胸部往上走 呃 这么一种构图方式 我们在后边讲 人像摄影构图的时候 还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 再接下来呢 是半身像 那半身像呢 他呃 一般是从啊 这个臀部往上走 全拍下来 呃 一般拍上半身 下半身单独拍的 这个呃 就比较少了 我们半身像 也是很常见的 呃 合影用的一种构图方式 那他适合拍两个 或三个人 在一起的 这么个样子 那七分人像呢 拍的范围更大一些 一般会戴上大腿 到膝盖附近结束 注意啊 是膝盖附近 我没说到膝盖结束 是到膝盖附近结束 那七分人像 除了能交代上半身的姿态以外 他对下半身的姿态 也有一些交代 所以看上去呢 人物会更生动一些 对他的这个腿部动作 了解的会更多一些 对环境的交代也多一些 啊 这样的话 有利于我们了解 任务的这个 啊 他的神村环境 用环境又反衬 这个人物的一些性格特征 全身照是环境最多的 除非环境非常简洁 否则我们一般不会用 全身照的这么一种拍法 那另外请注意 全身照也不只是站着的 他也可能是坐着 或者是趴着来拍摄 那成人和小孩都一样 都是可以拍全身照的 小孩因为个头小 所以全身照起来 会更轻松一些 不用退得很远去拍摄 接下来是人物摄影了 啊 人物摄影比全身照还全身照 就是视拍全身没错 但是呢 没脸啊 对这个人物的脸都不交代了 为什么不交代了 因为 不关紧要 我们想说的是 这一个民族的人 这一个这个 呃 人群 他们在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他们生存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呃 他们的服饰特征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不关心他具体的人物 我们关心的是这一类人 这就是人物照 人物照是可以不拍脸的 你看这张照片 要是你们你们早删了 是不是 哎 我拍我孩子上幼儿园 结果脸都没有 赶紧删了 但实际上不必要 因为这交代了这一类人 这个小孩 这个奔向新校舍的这么一种情况 这就是 我们的人物照 他是不以交代这张脸 为主要目的 好 我们按构图分类的几种方法 已经列出来了 按特写分类 三分人像分类 半身像 七分人像 全身照 越来越大了 直到脸都没有的 人物摄影 还有一种 是按人物的特征 进行分类的 这就更容易理解了 老人有老人的拍法嘛 我们就想要这个皱纹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话呢 我们能体现他的这个 人物特征 能看出历史 时间在他们脸上 划出了痕迹 中国有很多老人呢 我在拍摄他们的时候 就发现他们 不太愿意被拍照 他说我都不好看了 都一百多岁了 说你拍我干什么 他说我们而言呢 我们一点都没有觉得 他不好看 他是没有那么光滑的皮肤了 他不是一个这个 这个吹痰可破的皮肤的少女了 但是呢 他有他自己的魅力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也会试着 试着说服老人们 说 您还是 这个非常有气质的 这个 皱纹 他也是一种特点 他有一种美 这个人能接受 老外其实更能接受一点 他们更自信一点 即使是老了 还是愿意被认认真真地 拍一些照片 但是年轻人的话 你肯定不能采用 跟老人一样的拍法吧 因为我们想凸显 东西都不一样 我们想掩盖皱纹 我们不需要 所谓的历史和时间的痕迹 在我们的脸上出现 还有拍儿童 那这个跟前面的 暗用图分类里面的 这个儿童摄影呢 看上去是有点重复的 但实际上也不是 因为前面说的是目的 目的是记录儿童的成长 这里呢 说的是这个人物的一个 基本特征 年龄特征 他是一个小孩子 而儿童摄影里面 他其实还分这个青少年 儿童和婴幼儿 他还是不一样的 婴幼儿的拍法 可能有格外的不同 我们也是在后面课里面 会详细给大家介绍 女性的拍法 显然是要皮肤尽量的好 要气质 脸上要干净 要变成女神 头发要一丝不苟 当然现在也不一定 有人就喜欢拍 脸乱糟糟的 刚睡醒的样子 也是可以的 我们在后边 会给大家展示 不同风格的 这种女性人像的照片 这里面就包括这个 造型的一些特征 用光技法 构图技法 情绪调动 等等等等 当然现在是一个 把花齐放的时代 有的女性 她确实就是比较 野蛮一点 比较男性化一点 或者说是 女权主义 比较明显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会把它拍成 一个男性的特征 使用男性的一个拍法 男性通常会使用 硬光 凸显肌肉 会保持神秘感 会有乱糟糟的头发 像个艺术家一般的气质 或者一身的肌肉 我们到底应该用哪些方法来拍摄男性 不要着急 后来我们会统一跟大家揭晓 那总之呢 我们按人物的特征分类 一般只分为老人 儿童 女性和男性 四个大的类别 在后面的课程中 我们将对今天所阐述的 这么多种不同的人像摄影 来一一的探讨 他们的一个摄影的技法 包括相机的参数 包括你的创作的思路 好吧 那 这一刻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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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